歡迎收看 三小姐妹會 我覺得結婚啊 其實不算是兩個人的事 是兩家人的事 兩家族的事情 對 因為我覺得亞洲更是這樣 對 沒錯 所以你當初結婚的時候 有鬧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都很愉快啊 都沒有不開心啊 開心死了 太假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說我真誠 因為我覺得很多長輩 他們可能是比較傳統 他們會有一些覺得 一定要做的事情 但是年輕人就會覺得 那沒有關係 對 我覺得結婚最尷尬的 就是一件事情是 因為雙方家長就是要來吃一頓飯 那很尷尬 那頓飯的時候 那頓飯有誰會來 你都不會知道 怎麼會 不就是雙方父母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對 就親戚 但是親戚會有到什麼程度 前女友之類的 前女友不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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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知道嗎 因為有些阿姑啊什麼 是第一次見面 可是牛不能夠太生疏的感覺 然後我這個人 最恐怖就是記憶很差 一大桌裡面十幾個人 你要記誰誰誰誰 而且我們備份太多了 我有時候都忘記 然後他們也不會給我們名片 你知道嗎 所以就很痛苦 很痛苦 真的 而且那一頓飯 就跟吃應酬飯一樣 明明就是點了很多菜 但你一點都吃不飽 沒錯 我覺得超級累的 沒錯沒錯 所以今天我們來好好聊一聊 我們是 沒錯沒錯 尤其這異國有沒有 要融入我們這個 東方的家庭 其實有更多美感 是的 搞不好他們也是 是挫挫的感覺 艾琪姐妳的老公也是 是美國 他是美國人 美國人 所以妳結婚超過十年了 所以妳們當初要結婚 妳爸媽或是她爸媽 就是嚇一跳這樣子 其實他們是在對方 雙方父母是在結婚 要決定要結婚的時候 才碰面的 對 就是在訂婚的那個時候 碰面的 訂婚的那個婚禮 是不是很尷尬 那天是不是超尷尬 超尷尬 她都好緊張 真的 而且又是異國 真的 所以剛剛有講到 就是你們 是跟艾琪一樣 是在結婚 訂婚前 才見到雙方父母的嗎 是嗎 都不是耶 你們不是 都住在很遠的地方嗎 對啊 怎麼還會見面呢 飛機啊 沒有 你們是 視訊的時候見面嗎 還是真的有 有當場見過面 面對面嗎 因為其實異國婚姻 我覺得有很多文化上 或是語言上面的不通 然後會發生一些很高 尷尬的事情 你們有發生這類的事情嗎 我們也是 雙方父母是 決定好結婚 才是第一次見面的 其實在日本 見到 雙方父母 對 是很 很難得的事情 對啊 我也是覺得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 對 而且是我覺得日本人有一種觀念 就是說 對 我爸媽真的有問我說 台灣有沒有便利商店 台灣有沒有 茶可以喝 都有 都有 什麼都問我就說 開玩笑嗎 便利商店 當然有啊 他們就不相信 他們就來了台灣 對 來台灣 我爸爸媽媽嚇死了 怎麼了 因為有便利商店 有便利商店 有便利商店 真的嚇死了 有拉便 台灣很先進耶 他們八年前 大家都用iPhone 蘋果手機 他們也 現在在這邊 然後很多地方 沒有像 跟他們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他們就放心了 對 這個是我爸爸媽媽跟公婆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這個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的照片我找不到 我覺得 好險沒有跟日本人結婚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在日本結婚的時候 超級麻煩的 第一次吃飯就超級麻煩 第一次吃飯 第一次見面 像準備了很多東西 像台灣提親一樣 然後 就是兩個家族吃飯嘛 一起吃飯的時候 一定要穿很正式 怎麼樣算是正式的衣服 怎麼樣算是正式的衣服 男生要穿 什麼 女生是和服也可以 不然就是衣服 像這種高級症 壓力好大 而且 而且還可以放就算了嗎 其實 最近聽說 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是不要了 太麻煩 那日本有聘筋的習俗嗎 聘筋當然有 日本有 大概五十萬到一百五十萬日幣 台幣 五十萬就差不多十萬啊 大概是十 沒有十幾萬啊 十幾萬啊 三十幾萬 三十幾萬 一百五就差不多三十幾萬 但是我爸媽就說 那個嫁給外國人嘛 不要計較這些 很麻煩的是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特別從日本 拿回來的點心 台灣的公婆我都不喜歡 哇 這個很尷尬 這個你們知道嗎 我知道 外面是紅豆 然後裡面是糯米對不對 對… 台灣人應該會喜歡 這應該滿好吃的吧 因為我覺得有點 對… 太甜了對不對 然後就說那就這個 那這應該就還好吧 這個一隻就說 太硬了吧 太硬 還有這一些東西啊 這個也說太甜了 楊哥那個太甜了 這個是嗎 這個太甜了 對… 所以這些你公婆都不喜歡 對 然後我爸媽 那公婆吃下去的表情是 因為你們台灣人很面… 看得出來 容易露出來 對… 這樣的感覺 所以日本人… 日本人是假裝… 假裝嗎 是這樣子嗎 不好意思耶 不會 台灣人就是老實啦 太老實了 對…我們不會騙人 真誠 真誠真的 直接… 好 那法國咧 我覺得送禮物是真的很頭痛 因為真的是很會遇到一些問題 像我父母也不知道 那時候也不認識我婆婆 所以他們不知道 喜歡什麼 真的 我覺得買這種的很危險 因為真的口感真的 吃不習慣 對… 所以我們在法國會買一些 家裡要用的東西 買名牌包包啊 最好用 沒有…太快了 最實用了 名牌包包是不是 所有我婆婆都會買喜歡 都是 對… 我覺得爸爸是真的 你可能不行 沒有這個太危險 也是危險 就是我們會買一些家裡的東西 你不喜歡 你還是可以放家裡用 家具之內的 對… 然後我媽媽就是 就是有一次就是很開心 就買一些家裡的東西 等一下我跟你們講是什麼 然後就是很開心地送婆婆 婆婆拿到的時候就笑 但是她的笑我知道是 很尷尬 很… 幹嘛送我這個 什麼東西 然後她講一個台語 然後我聽不懂 她跟我老公講台語 但是我就知道 慘了 這個是不對 對… 我想知道是什麼 她送什麼 她送一個 白色的 因為我們覺得 就是… 一定用得到 對啊 你洗手什麼 你就放… 你就不一定要放外面 你不喜歡 你還是可以用得到 對… 但是我不… 然後我覺得好像她是… 沒關係 是外國人 所以就是… 這還可以 那你知道你老公懂什麼意思 那你知道你… 那時候你… 你老公講的台語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應該是… 她如果是… 或者是… 或是… 天啊 對… 妳是… 好可怕喔 我送毛巾 我覺得這就是… 習俗上面 對… 就是也沒有什麼錯啦 好不好 正常 因為我爸爸媽媽來… 婚禮的時候 所以… 他們準備… 特別的俄羅斯的那個… 娃娃 俄羅斯娃娃 很棒 覺得很漂亮 就很特別 還有… 一些俄羅斯的… 甜甜心 就… 跟愛口一樣 他們都… 但是他們沒有說不喜歡 但是我看到 他們都沒有吃 好 當時我公公婆婆 他們準備金子 金子 對… 金項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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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他們有給我媽媽 我阿嬤還有我… 你說他們一人一條 不是一條 他們… 好像是想念 我已經不記得 但是… 對… 還有我從俄羅斯來的… 班牙… 朋友四個人 他們也要送他們金子 哇塞 對… 你跟我們… 怎麼都要好嗎 怎麼這麼懂事啊 我們改天可以去你家做客嗎 沒有… 我下次… 下次結婚的時候 我… 下次結婚… 沒有下次… 那如果我們去的話 就先講一試一試就好 不要太多 細的就可以… 對 所以我爸爸媽媽他們 有一天… 壓力 因為他們覺得 哇…怎麼那麼好的禮物 他們沒有準備什麼特別的 後來他們也不知道 要送他們什麼 我覺得送禮物 是一個超級難的事情 對…像如果說你送太貴重的話 人家會覺得 哇…你的女生是不是很愛花錢 對… 你說送名牌包 你是不是很愛花錢 還沒有結婚就花那麼多錢 然後你是不是想要巴結我什麼 為什麼要送我這麼厲害的東西 好累喔 送禮物真的超難的 是…我們看美國人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應該厲害 我的樣子有一點跟她 不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是先跟我媽說 我要跟黃聰孝結婚 可是她不同意 因為她不會講英文 但是因為我已經跟黃聰孝說 我會跟你結婚了 所以我就是背叛我父母 就不聽話就對了 回來台灣 可是台灣人也有好朋友 那有一個說你跟他結婚 很可愛的人 好…她很單純 可是別人說 會跟人要注意 什麼事情 就是會要住在一起 跟爸媽一起嗎 然後這個是 好在是黃聰孝找不到女朋友 所以她沒有條件有沒有 她沒有選擇了 所以要說服她父母 就是我可以多要求一些條件 那他們上來 我們就桌一個桌子 然後我是老大 好 我們結婚 不能住在一起 好不好 哇塞 你真的是韓叛高手 哇塞 你還說你沒有很厲害 這厲害就你了吧 然後呢 我不覺得我厲害 我就覺得 你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覺得我要跟他們 我認為我很誠實 就是美國人的巴士 這是炸溫耶 對啊 那你公公的反應是什麼 喔 她 她就變綠色了 變綠色了 你也講到貨了 綠色了 臉都綠了 她變綠色 可是她妥協了 因為 因為是他們一直催她 所以趕快這樣 我都聽我公公說 我兒子該成家 那時候聽不懂 好啊 去蓋個房子 成家就是建設一個 什麼叫做什麼成家 好 趕快 趕快 後來我回美國 美國的台灣人 就已經在西方覺得說 你很大膽 有這種 對 我都沒有這樣 東方社會這樣很可怕 可是你的整個人生 你怎麼保護對不對 你就會要被欺負 可是我一開始沒有這樣 我真的很羨慕你 沒有 因為有些公婆 在檯面上不會講 她可能回家以後 對 他們是允許也是很開心 她兒子終於結婚 可是她弟弟 全部被安排 相親了 然後要住在我們家 後面蓋個房子 都是被你害的 真的 沒有人被你害的 有天啊 美國 像我媽媽 我覺得美國人的那個 組件是很強的 像我媽媽對那個聘經這個事情 是有另外一個想法 因為我媽媽是女圈主義者 她相信聘經這個東西 是把女孩子當物品來賣 在賣的感覺 對 所以她非常煩對這些事情 除非很多 對不對 對 對 真的 真的啊 因為像我 像我爸媽那時候 跟我老公爸媽見面 就是飛到美國 那時候他們一坐下來 我爸 因為就穿得跟 意大利黑手黨一樣 他戴帽子 他很正式嘛 就是穿著西裝啊 然後還戴經典的 然後一坐下來 手上有沒有至少有五個 30萬 然後結果 因為我老公也 我老公也是第一次 見到我爸媽 我們要訂婚的時候 所以呢 他也很緊張 然後他也嚇到 他說30萬 然後他就直接翻譯給 他的爸媽 然後 他的 我老公的爸媽以為 我爸在賣女兒 他就說 他們是不是 他們家在賣 就是像那個中國 就是那種 人口販子 人口販子 那種 就是在賣 賣去當奴隸 真的會 真的會 所以美國是完全不收聘金的 沒有 他們沒有在收聘金 對啊 我覺得亞洲國家應該都有 日本有 對不對 可是西班牙也有 是嗎 對啊 很久以前也有 我相信 對啊 都是女生都是要賣 對啊 以前 對啊 可是好幾百年 而已 那印尼也是要聘金了吧 印尼其實有聘金 可是我們的習慣就是 聘金是意思講出來 可是你可以說再貸沒關係 可是最後呢 女方就不會收 代表說我沒有在賣女兒 我會看你們的誠意 就是我說多少 你們是不是 真的是有心想要給 對 可是一旦你送回來的時候 謝謝我可能拿一塊出來 真的假的 其實台灣現在很多都是 譬如說還是會付聘金 但是把這個錢給女兒 讓女兒當私房錢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做什麼 買包包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 是這樣比較多 但我記得原住民是不是 是給譬如說 我要三隻豬 五頭牛 這樣子 其實像我老婆那邊的話 因為他們 他們是屬於高山豬 他們 視為 珠是非常珍貴 而且 很難得的東西 所以他們結婚 通常都會是 要租的 然後所以我們有時候 會聽到說 你結婚怎麼要 五十隻豬 五十隻 五十隻豬 但你們真的就要給五十隻豬嗎 對 就是五十隻 然後 那要放哪裡 沒有 剛的出生的吧 沒有 我們都會有一個 像比如說 院子 就是大家會有一個活動中心 然後或者是 就是山上 對… 然後我們家裡 其實家裡門口都會有一塊 很大的那個 倦養一些家座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會運過去 然後像我娶我老婆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第一次見面 在談的時候 然後就在 然後就聊一聊 然後就突然 他們一家人 就突然跑到廚房這樣 就不見了 摸了 然後就他們兄弟姐妹 就用摸魚在談 但我們 所以你們聽不懂 聽不懂 然後所以我就跟我媽 就在那邊看她怎麼辦 哇塞 會不會三百隻豬 或者是 很大 太多了吧 整座塞也沒那麼多 對啊 然後而且他們那個族群又大 然後就 出來了 終於有了一個結果 然後他大哥就出來 就用鼓勵講 那個男朋友 男朋友那個 差不多啦 我們布農族就是 只要跟這個女孩子 就是跟我老婆有關係的 就是直系關係 就是舊子啊 叔叔啊 只要有成家的 都要有一頭豬 然後父母親各一隻豬 就這樣 然後所以憨不浪漫加起來 還好啦 還好我 我那一次還好 大概殺了十隻吧 十隻啊 對 十隻 然後都是現場 所以你們其實沒有用現金 你們用 用豬 對 我的結婚過程 那個比較特別 因為我的結婚的過程 除了我爸媽經歷以外 這個全台灣的民眾 一起來經歷這個 真的 因為我是在環島的時候 決定要結婚的 然後那時候 大概在半年前吧 環島一百天 然後這一百天我都有用 影片來記錄 所以你是環島的第一天 就決定要娶你老婆嗎 還是到一半 還是 就是之前可能有這個想法 但是在中間的時候 就覺得說 好像如果都可以一起環島一百天 那結婚好像不是什麼問題 相處上應該就OK 對 所以然後我們剛好在影片的 就是在每一天的環島過程中 都有提到 所以觀眾也有意識到 喔 天啊 他們快環島結束了 也要 也會結婚了這樣 然後我們的爸媽跟 我 那時候女朋友的爸媽 都有在關注我們環島的事情 喔 然後我 有一件影片嗎 哇 天啊 我快哭了耶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耶 製作單位剪的影片 天啊 其實我一直也很想哭耶 對啊 因為我覺得很感動 而且我覺得你很有勇氣耶 你不怕 就是在倒數第三天的時候 突然大吵架 然後就 有 其實中途有蠻多 但倒數第三天可能就不太會 因為我們的心情都是 要結束 而且倒數第三天 我們其實已經在 新北了 很近了 我們現在其實就在旁邊而已 但我們就是要 還有三天嘛 而且你們是 你們是沿途騎腳踏車 從哪裡到哪裡 從板橋嘛 然後就是 溺死 然後從南部 然後再從台東 換你講繞回來 全部都騎腳踏車 有 有兩個地方沒有騎到 有台中那一 有一小段台中的 就是搭火車 因為 剛好他越近來 所以好像也不太好騎 其實他也會吵架 變嚴重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是 他另外一個是舒嬅 舒嬅太危險 太危險了 那個都是下大雨 真的 不要不要 舒嬅不要 那你說你要結婚的時候 他爸爸有反對嗎 還是就 在過程中 因為剛剛那爸爸的表情 沒有很好 比方爸爸沒有用 因為我們在整個環島的過程中 我們彼此都有一直在視訓 然後在台東的時候 我的岳父岳母 那時候就有來台東 找我們一起來玩一小段這樣子 他是不是試圖想把女兒帶回家 沒有 就想說那時候 可以來輕鬆玩一下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我爸媽就剛好視訊 跟我視訊 然後女方的家人也在 然後我爸就很急著 趕快去 要不要問一下拼近什麼的 你不敢問我幫你問什麼的 我就 爸爸你冷靜一點 拼近這東西 如果你來問的話 好像有 我覺得有點怪 畢竟我們都還沒有聊到結婚這一塊 對 你就趕快的去 就是用視訊的方式 講好像有點不太好 然後我就阻止我爸做這件事情 你很成熟 你很棒 你很棒 就是也是我爸一直提醒我 講拼近這件事情 我才有意識到 原來好像真的要問 因為問了之後才知道說 女方也沒有太在意這件事情 然後 我們雙方的家人都有一個想法 就是女兒如果要說拼近的話 代表我需要努力賺錢 然後再花很多錢 那到最後是我們兩個都會過得不太好 這是我們兩個雙方的家人的想法 真的 這不錯耶 這想法不錯 對 應該好好過日子對不對 沒錯沒錯 如果要離婚了就罰兩千萬 對 鼓勵大家好好過日子 對 我覺得開心過日子很重要 比較重要 真的 然後我覺得在旁邊有一個這個版 就是 異國傾家相見歡 文化過招很驚嚇 這是真的 我們就算是一樣是台灣人 還是會有一些文化上面的差別 南北文化就不一樣 對啊 所以這真的會有很多問題 我們來看第一個是什麼 好 第一條 飲食文化鬧尷尬 這個真的很麻煩 應該是東方西方吧 彥宏 對 其實 因為印尼那邊吃的東西會比較 重口味 對不對 辣也好 或者是有酸的 也有些比較濃的 然後其實第一次那時候 我媽過來台灣的時候 然後去餐廳的時候就吃 然後點菜的時候一般就是 可能四個人就頂多 就三菜一湯差不多 然後我的話 因為其實要 就是要顧到我媽這邊 要顧到女方的媽媽那邊 所以其實會叫的大概會有六到七道菜 這樣子 因為要有 然後有辣 然後這個也是 用一個不辣的 用一個炒 一道菜要兩個口味 辣跟清淡的 對 然後到最後最慘的就是我 因為大家不會吃完 我就很努力的把每一個吃下去 對 因為其實就是一開始那個 印象可能就是要留一個比較好的 就是說 不要有哪一個家庭覺得說 為什麼我會比較委屈一點 或者是我為什麼一定要配合對方 或怎麼樣 那總是要有一個人就是 尤其第一頓飯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中間那個橋樑很重要 你做得很好 謝謝 你很懂事 你很懂事 變胖了 那還有誰也是有飲食上面的 尷尬 對 很麻煩 你都敢跟公婆說 我不跟你們住了 你還有什麼問題 誰敢做你 我不吃臭豆腐 沒有 其實我本人我不挑嘴 我台灣的東西我都很愛 可是我父母畢竟就是 一輩子在西方長大 然後他們對台灣的很不了解 那我公婆他們是很虔誠的佛教徒 所以他們吃的叫做 台灣素 酸素 蛋也不吃 酸素 最辛香料都不能吃 韭菜是什麼 蛋也不行 櫻花 對 洋蔥不行 雞蛋 對 所以它很多條件 可是我簡單的就是跟我媽說 他們要來 其實我們已經結婚了兩年 但是他們又出自見面 會緊張又會開心 這是全家 好可愛喔 很容易知道誰是誰對不對 當然 像日本人 一半年 一半年 這個是我公公 妳爸爸嗎 對 我爸 我公公 就是黃仲孝跟他父母 這荒芸已經大了 妳的公公跟妳老公長超像的 對 他們 一模一樣 他們不是禿頭 是頭髮比較少 對 所以就是 好 那因為我父母是天主教 所以我跟我媽說他們來 那我一定會講到素食這塊 可是我媽有時候她會 沒問題 我搞定了 沒有問題 很好 素的我懂 她懂的是天主教的素 這是禮拜五吃魚 所以妳的魚算是素的 對 妳的魚是素的 所以我媽就準備很多 一條魚 一條魚 對 然後沙拉裡面是有羊蟲 哇 精采了 精采了 那個什麼 French bread 就加那個橄欖油跟蒜頭 哇 沒有一樣東西是及格 哇 什麼都不吃 但他們不能挑著吃嗎 他們不可以蒜頭剝開這樣子 也勉強可以這樣 可是我媽就看 好像他們怎麼會 不喜歡嗎 不都腰 都不餓 怎麼怎麼 好 然後那個魚 我盡量 他們很喜歡 好久了 辛苦了 盤子空了 對 所以這個就變成麻煩了一點 因為我要細說是怎麼樣 太麻煩了 我覺得這奇怪 但是妳知道嗎 因為我們是沒有在美國結婚 我媽 尤其我媽很生氣 但是很難得公婆終於大家見面 所以我們要有 當然 她準備一個大蛋糕 對 我婆婆就看 這個東西有沒有蛋 奶油 奶油 蛋糕 美國人說的蛋糕 奶油 蛋糕 沒有蛋 可是 天啊 他怎麼蛋 我不能 這個不能落魁 就是一定要面子一點 所以 好在老公的英文真的很差 太棒了 所以他跟他說沒有蛋嗎 我跟你講 他講得更精采 就是英文的介系詞 有時候是學得很麻煩 所以有按 有印 對 所以 黃忠孝問我媽媽說 我婆婆在說 is there egg on the cake 我媽媽說 都沒有 沒看過這種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什麼 一個蛋糕 上面有蛋 媽媽 所以我婆婆就看那個 沒有 上面沒有 所以他們是 等於說破解 不是 他們還活著 你看 Sher 妳真的是台灣的好媳婦 真的 很厲害 而且我覺得上天都有保護 她在每一個關卡 妳每個關卡都過得去耶 你知道 我不要跟你租 我賣死啊 真的 好麻煩 這之後還是解脫了 非常的棒 好可愛... 好的 接下來我們看看 第二個 好 台式熱情有負擔 會嗎 台式熱情 我覺得台灣人的熱情 讓別人覺得很舒服 對亞洲人嗎 還是對西方人 應該是 你好 因為我也覺得 台灣人吃飯很熱情 他們很喜歡吃飯 特別是老人家 你們每次一起吃飯 他們夾菜給你吃 而且是一大桌 你一定每樣都要吃 然後你一定要吃 你沒辦法說我不要吃 所以我的媽媽 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一起吃飯 一個海鮮餐廳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海鮮 可是我們是熊亞里人 我們沒有海鮮 所以很多熊亞里人 不喜歡海鮮 我們覺得有點可怕 然後我的媽媽也去那邊 然後我的公公看是什麼 海鮮 海鮮 超級可怕 媽媽要發瘋了吧 然後他放我的媽媽裡面 然後我的媽媽看起來 一直想哭 好可愛 然後我媽媽想拿 我吃了 你敢吃嗎 可是你自己敢吃嗎 可是我也不喜歡 我也不喜歡 可是我也OK 我吃了 你也把它吞了 對 然後 然後 不算你不給老公 對,你怎麼不給老公 那個時候老公不在 我覺得他去洗手間 還是他不在 因為他真的媽媽想幫我 可是那個時候不在 然後他有一點 家裡有狗 有一點可怕 我們吃吃 雞湯 雞湯 這個我很喜歡 我的媽媽也很喜歡 很好吃 胸眼裡也有 然後我們都很開心 我們開始吃 可是呢 記得上面 有一個 烏龜 烏龜 雞頭 疊了 可是 很可怕 因為我消失的時候 我們家裡有兩個 很可愛的烏龜 這個很可怕 我覺得就算是台灣人 看到別的湯 也會有一種餓 我們也會怕怕 真的很怕 但你們最後還是有喝那個湯嗎 不喝 真的不喝 那你公婆OK 他們OK 因為他們習慣了 可是我的媽媽 她覺得超級可怕 真的不行 我也不喜歡 我懂 這個不行 公婆算吃得很好 我爸 我妹妹要結婚的時候 那個就是 那叫做我的妹夫 我爸就是一直弄那個 雞鎬丸 一直煮雞鎬丸給他吃 看他會不會吃 因為他知道他是老美 不會吃這個東西 然後我那個妹夫就 一直在看 但他知道那是雞鎬丸嗎 他知道 然後他吞了八顆 哇 那他是喜歡的嗎 對啊 不喜歡人可以吞到八顆 為愛而吞雞鎬丸 我爸會再煮一個再夾 可是其實那滿好吃的 再煮一個再夾 因為那種人不吃那種的 對 不吃他超級不喜歡吃 是 那為了器官有發 器官好吃啊 好吃 我們喜歡 雞鎬丸很喜歡 真的啊 可以吃的 那你媽媽有吃過嗎 在台灣沒有 可是雞鎬丸常常吃 很喜歡 你也吃雞鎬丸 雞鎬丸 我們喜歡 我是來台灣 誰第一次看過這個東西 真的假的 而且美國人看到這個都很嚇壞 公婆平跳針 台灣文化好困擾 父母第一次見面 是在波蘭 然後進行婚禮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到我家 就把自己放到自己的房間裡面 把門關起來不出來 爸爸媽媽就覺得說奇怪 他們不喜歡跟我們在一起 還是怎麼樣 是他們不舒服 你去問你要不要出來 吃點東西 不用 不用麻煩 不用麻煩 然後媽媽就那個 就說好難道帶他們出去玩 他說不用麻煩 不用麻煩 然後他們這什麼事情 問他們 永遠就是不用麻煩 不用麻煩 好 接下來看下一個 客氣文化好困擾 客氣 真的 因為我覺得台灣有時候 會很喜歡把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不起 謝謝你 過度太氣 講得 就掛在嘴邊 但你們是不是常常會覺得 不舒服 有什麼好不好意思的 好夠了 因為其實我們雙方父母第一次見面 是在波蘭 要進行婚禮的時候 所以沒有談什麼結婚或是什麼 然後那個時候就空泡到波蘭家裡來 就當然就是住我們家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打開我們家門 就也是打開我們的心 就歡迎你們 就跟我們 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 所以沒有住在飯店 沒有 就是住我們家 然後我們就說這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後來我才發現 我空泡在波蘭家 是壓力非常大的 然後就發現說 台灣人說 不要麻煩 其實對我們來說 是非常大的麻煩 怎麼說 就是他們兩個到我家 就把自己放到自己的房間裡面 把門關起來 不出來 然後我爸爸就覺得說奇怪 他們不喜歡跟我們在一起 還是怎麼樣 是他們不舒服 你去問 好 去問 你們不要出來 就吃點東西 不用 不用麻煩 躲在棉被裡面 他就說 他說不用麻煩 不用麻煩 我說不會麻煩 就出來 就大家在一起 就那個開開心心 不用麻煩 然後我就回去 跟我媽媽報告 他們說不用麻煩 然後媽媽就那個 就說 好 難怪要帶他們出去玩 就比方說去個賣場 或是去散散步 他說不用麻煩 然後後來就說 天啊 這什麼事情都是不用麻煩 可是我們就真的怎麼想 就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對他們不禮貌 還是 是不是他們就在我們家不舒服 還是有什麼不習慣的問題 他們這什麼事情 問他們永遠就是不用麻煩 但是好笑的是 過了一個月 我爸爸媽媽要來台灣 我們在台灣也要請客 然後我就以為 理所當然 我爸爸媽媽會住恐恐怖家 他們說 不行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們家太間陋了 我說哪有間陋 我說很漂亮 他說沒有 你們家比較漂亮 不能住我們家 我說 那也怎麼樣算簡 是屋頂有破掉的 他們就說 我們家有地板跟地塔 他們家是磁鑽 對 然後就說這樣子不行 我說不會啊 在波蘭很正常 但人家家有可能睡地板 大家在一起 行在一起 就說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讓客人睡地板 在波蘭是OK的 OK的 長輩也可以 這件事情真的不是 一件麻煩的事情 就我爸爸媽媽就睡我 老公跟我的床 然後我們兩個睡地板上 然後爸爸就說 你們剛結婚一定要睡這張床上 然後就說這根本就是 一種囉嗦的形式 對我來講 就沒有這個必要 然後我反而接著說 公公婆婆幫他們安排住飯店 所以每天我們就要那個 早上接他們 晚上送他們 就覺得說好像就是 逛餐客一樣 我們就是導遊而已 就不是一家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文化差別非常的大 真的喔 這好困擾 因為在台灣人的感覺裡面 就是覺得客人來 我讓他住飯店好了 不要住人家 那邊一定比較舒服 因為一整天這樣相處下來之後 想要有自己的空間 反正那一類的是我是翻譯好嗎 真的 你最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所有的橋樑 你們都看橋樑 謝謝你們 好 好 看下一根 國習文化不好懂 這個很艱深的問題 這真的超級 這個非常非常艱深 應該是我們兩個 誰有遇到這個問題呢 當然是我 因為有一次我跟媽媽 還有婆婆就是去逛街 然後我婆婆就買東西 就拿袋子 然後我說好媳婦 所以我就是趕快去拿 說媽我拿這樣子 對 然後已經就是很多 然後我婆婆也是好 婆婆就全部給我 好婆婆 所以我就 我媽媽看她就嚇到 因為真的不是一兩個 是真的很多 然後就因為我自己已經習慣了 我沒有發現 然後我媽媽開始過來 然後說你不是牛 你全部給我 我說不要啦 因為我在我婆婆 她當然聽不到我們在講什麼 但是你看她兩個人在外面 來搶東西 她就知道我媽媽不開心 因為法國沒有那個習慣 如果我媽媽跟我大嫂去逛街 我大嫂不會去逛 她買什麼 拿什麼 她會可能偶爾會說 你要我哪一個而已 但是不會全部拿 真的喔 我媽媽也不會全部想給打嫂 所以不會有這個習慣 所以不會 我媽媽真的很不懂這個 很好 那因為我覺得 可能在交往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交往的是你們 我覺得兩家人應該會有一些 很多有趣的事情 因為可能文化語言 都有一些差別 所以有什麼好玩的事情 第一次我公口去美國 那時候因為時間不是很長 所以我們大家 去一個在馬哈頓很有名的時候 一定要去 就然後整個 你看這個圖 它就 因為馬哈頓島是一個島 那你聽不懂多少英文 那我們可以給它解釋 而且一下下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對 自由女神 對 很漂亮 可是我父母一上船 我爸爸想說 他們要吃東西 好 我去買 因為他們也聽不懂 所以就給他買 我爸爸想他喜歡 他們會喜歡 所以在紐約超有名的 是這個叫做 他們沒有吃過 像德國的那個麵包那種對不對 對 這個是 然後裡面是有一點像麵包 像麵包那種 對 而且它的鹽巴 是一粒一粒的 很好吃 對 可是我公公吃這個 他說 牙齒會壞掉 太夾 太夾 他必要一口 然後我老公也覺得 太夾 很好 太夾 兒子變酒鬼 台灣公公 氣炸 我喜歡在冰箱放一些 什麼照片 然後放中下有一個 我覺得很可愛 這個是本人 喝醉酒 臉很紅 臉那麼紅 這個放在冰箱上 因為大家不喝酒的 然後說公公那麼愛喝酒 你現在在美國 變成酒鬼了 太壞了 不是開玩笑 他是滿生氣的 你到了美國 我爸爸愛喝啤酒 他們喝啤酒香氣水 對 所以他就給我公公 我婆婆的 喝啤酒 阿彌陀佛 他們不喝酒 吃素 他們吃素 阿彌陀佛 對 怎麼辦 不喝酒 可是我公公勉強 他喝了一杯 然後我爸爸 又去點了啤酒 因為他喝壞 他喝第二杯 因為我們是開車去 所以我公公 誰開車 我爸 妳爸爸開車 但妳爸喝兩杯 對 可是 對 我爸喝兩杯 那是很簡單的事情 他可以喝十杯 但是他 但是他確實是要開車 所以他只有喝兩杯 OK 好 結束 但是我們回到博士頓 我喜歡在冰箱 放一些什麼照片 然後放中下有一個 我覺得很可愛 這個是本人 喝醉酒 臉很紅 臉那麼紅 這個放在冰箱上 因為他叫不喝酒的 然後說公公那麼愛喝酒 你現在在美國 變成酒鬼了 這太壞了 妳開她的眼睛 都快樂 笑咪咪的 對啊 我跟你講 我老公不一樣 他只要喝一杯葡萄酒 他就這樣紅紅 可是這個就製造很大的麻煩 因為他的確看到 他不是開玩笑 他就滿生氣 你到了美國 完蛋 真的 而且又娶一個這麼叛逆的老婆 對 沒錯 泡美國妞 每天在那邊喝酒 還壞 還不跟我們住 對 你看 我覺得他們雙方就是 他們見面也是還滿有趣的 像我覺得我們婚禮當天 真的就是 兩邊就真的就是神神體驗 非常不同的文化 像是我爸爸跟我公公我完全沒有意料到 他們兩個就逼手語 然後兩個選擇領帶 然後他們兩個決定 兩個都穿一樣顏色的啊 哇 這麼可愛 我覺得還滿貼心 對 然後我們在波蘭就是整夜 就是跳舞啊唱歌什麼的 那婆婆跟我外婆兩個都是國小老師 然後我們就安排他們兩個坐在一起 那他們兩個就好像同一種人一樣 同類型的 對對對 就同類型的 這也很可愛啊 就比方說我們唱歌 然後外婆就習慣性的動作 就會想要在那邊智慧 智慧 然後婆婆就以為這是舞蹈動作 就看外婆 就跟著一起 就跟著一起 就非常非常可愛 那大家也是很碰藏啊 波蘭那邊就是唱一些婚禮的歌 那台灣會唱什麼歌呢 好愛泰銘 鄧麗君嗎 鄧麗君 對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對 然後就叫大家唱一首 然後就台灣那邊也是唱一首 然後我們波蘭的歌 就可能比較俗一點 就唱什麼那個 然後怎麼辦呢 怎麼讓福特家不要那麼苦啊 就是新娘要親 新郎 然後載輝指定一些指示什麼的 對 這麼開心的歌啊 弄起來了 對 就還滿可愛的 就還滿開心的 大家很歡樂 好像有我帶遺孝 1BC2 哇耶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遺孝要讓我倒汗耶 我又看一個尷尬 我又看一個尷尬 妳為什麼要強迫你老公跳 一個音樂家這個不要跳 我們才為了這個吵架了 她說她不跳 我說我就不跟你結婚 所以這個第一支舞 對波蘭的人來說非常重要 對 這是一種傳統 對 所以一定要那個開派對 就是老公 那如果不會跳舞的人怎麼辦 那就是這樣子啊 就像她老公那樣 那就是這樣子啊 那她的後面就 不認真 所以我們才這樣子安排 就才這樣子安排 就是當她跳不起來的時候 就叫我的妹妹跟我的表弟 因為他們兩個很會跳舞 然後再叫其他人上來 就比較不會那麼尷尬 而且剛剛那個場合 是全部人都安靜下來 看你們來跳舞 對 可是在看表演 很多人才會那個 招老師去安排 然後他不要安排 他不就不跳舞 這影片看我真的背脊發涼 對 我已經老公發涼 真的 真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 異國婚姻我覺得會有很多 我們想像不到的一些衝擊 還有一些狀況 對 但你們都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好 我真的優秀 好啦 希望你們勇於愛和 好不好 下次請你們公婆 一起來上節目 好 好 好 謝謝觀眾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的節目會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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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請 走 絶 滑 好